最好的投資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你把自己整理好 你就會賺到更多的錢 沒錯 它這個概念就是演藝圈 我常說我們演藝圈的人就是一個店面 那你如果平常沒工作的時候就打掃店面 比如說我就是鍛鍊身體 把身體養好了 吳哥的身材這不是開玩笑 我跟你講嚇死我了 有工作的時候就可以成績 他在浴室的戲 然後就是我懷疑他搞鬼 然後我衝進去要看他在幹嘛 結果他在洗澡 然後我真的衝進去的那一幕我整個嚇傻 就是郭哥看起來平常都包得緊緊的 他真的是很有料的耶 所以 對 而且是擠快的那一種 所以大家看到那一場戲應該會覺得 對郭哥另眼瞎看 現在馬上變成腕提是什麼感覺 太開心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整個就變年輕了對不對 然後 而且最近這個 都在過生日嘛 因為我今年已經一甲子了 六十大獸 哇很開心 就 因為是白色情人節生日嘛 所以我 從前幾天就 每天都一拐這樣出青出生日 最好的投資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你把自己整理好了 你就會賺到更多的錢 沒錯 他這個概念就是演藝圈 我常說我們演藝圈的人就是一個店面 那你如果平常沒工作的時候就打掃店面 比如說我就是鍛鍊身體 把身體養好了 然後呢 我的身材這不是開玩笑的 我跟你講嚇死我了 有工作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承接 他在浴室的戲 然後就是我懷疑他搞鬼 然後我衝進去要看他 在幹嘛 結果他在洗澡 然後 我真的衝進去的那一幕 我整個嚇傻耶 就是 郭哥看起來平常都包得緊緊的 他真的是 很有料的耶 所以 對 對 而且是擠快的那一種喔 所以大家看到那一場戲 應該會覺得 對郭哥另眼相看 對 郭哥怎麼練的 就 重訓啊 加慢跑啊 什麼的 那飲食上呢 會有控制嗎 飲食上 飲食上 飲食上其實我沒有控制耶 我都大吃大喝 那就會變成說 運動就是為了大吃大喝 才不會有罪惡感 我是這樣 那早期運動是因為 身體去檢查是有狀況 比如說三酸肝油脂啊 膽固醇啊 尿酸啊 都偏高 然後我就 我就去 去問醫生 醫生說叫我吃什麼 降血脂的藥 要不然我就會 什麼 血酸啊 中風啊 那我說那 那我不吃藥 要幹嘛 我不要吃藥 因為藥會在身體殘留 他說那你就去運動 欸 運動 這好像醫生平常就跟 講習慣的話 那我聽進去 然後我就說 欸運動 好手好腳的 為什麼不去運動 第二天就去跑操場 那跑五分鐘 上氣不接下氣 就問自己說 為什麼要來跑這個 乾脆回家睡覺 不是很好嗎 可是另外一種聲音 就跟我講說 郭先生你不堅持 你不會成功 那我就緩下來 那緩下來之後 就再走走走 走了差不多 我就繼續跑 那一天可能跑個八分鐘 第二天跑十分鐘 那一個月下來 就可以跑半小時 然後跑到現在 我看 應該有十八年了 大概 不是每天跑啦 就有時間才跑 我可以跑一個小時 現在可以跑一個小時 有時候也是參加半馬 跑二十一公里 那是慢跑 那平常就是在操場公園 看到什麼單槓 就上去吊一下 然後在家裡弄滾輪 滾輪我不是跪著坐 我是站著坐 對啊 這樣就 我就覺得運動 對自己身體 不僅有幫助 而且對這個年齡的 這個保持這個心態 還有身體健康 是非常好的 所以讓我多久 偶然 要摸